各位觀眾朋友 確實雖然說它現在中心已經出海了 但是我們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我們全台灣本島 都還是持續在它的暴風圈的籠罩範圍之內 所以北台灣目前來看大概是在中午過後 這樣的降雨狀況才會開始初步的趨緩 但是現在颱風 大家可以知道颱風是逆時針的旋轉 所以受到它颱風的外圍環流 加上西南風的影響 現在的降雨熱區反而是在我們的中南部地區 大家透過雷達回波圖可以看到 這一條條紅色黃色的雨帶 就代表說現在正式降雨熱區 所以目前來看包含上市在屏東、嘉義 另外還有在高雄的山區 現在時雨量都非常驚人 包含上市在高雄還有屏東的山區 我們就剛剛最新的數字上面來看 它的時雨量都是超過了100毫米 所以也提醒尤其上市現在是南部山區 還是有機會出現了超大豪雨等級以上的雨勢 也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顆凱米颱風 它可以說是一個非常韌性的颱風 大家可以聽到其實我們昨天一直在提醒大家 因為它非常有機會在靠近我們的時間點 跟地形產生交互作用 那以昨天來看它確實是產生了一些交互作用 包含了像是在昨天最靠近我們的時間點 它稍微是往南壓了一點點 那接下來又在花蓮外海這邊硬是轉了一個大圈 所以也就代表說它影響我們的池塵 是真的跟著拉長了 那昨天大概是在下午3點鐘 它一路繞圈到登陸的時間 將近是在今天的凌晨0點的時候 所以將近這9個多小時 它都持續影響到我們的花蓮 還有宜蘭的這一塊 大概就是在今天的凌晨00分 它已經登陸到宜蘭的南澳了 那中心出海的時間呢 就是在今天凌晨4點20分才從桃園的新屋這邊出海 那以目前在最快的速度來看 大概是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它才會登陸到中國的福建 所以我們的暴風圈要完全脫離的話 就是要等到今天晚上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的風力預測 現在來說本島都還是持續在暴風圈的籠罩範圍之內 所以尤其像是在沿海風力 還是有偵測到包含像在基隆北海岸 還有在宜蘭 另外還有在中南部的這個靠近沿海的地方 還是有偵測到將近是7到10級的強陣風 那也提醒大家還是要特別留意一下 而且目前來說 雖然它已經減弱為是中度颱風了 但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七級風暴風半徑 還是有250公里 所以要完全脫離它的暴風圈 就是要等到今天晚上 它在登陸中國之後呢 逐步減弱 那我們的北台灣風雨 才會開始逐步的趨緩一點點 不過反而是今天中南部朋友要特別留意的 就是它所謂的這個風雨熱區了 我們來看到現在風力上面的最新預估 大家可以發現呢 尤其像是在新北市啊 還有在宜蘭跟花蓮 目前來說呢 瞬間震風有機會來到9到10級哦 那另外像是在中南部地區來說的話 那瞬間震風呢 也是有機會來到9到10級左右的 所以呢 以目前來看 其實包含像是在沿海各地啊 還是要特別留意一下 我們就來看看現在雨量的最新排名 那昨天一直提醒大家 包含像是在中南部的山區 還有在宜蘭的山區 都是所謂的降雨熱區哦 也就是說大家可以看到呢 幾乎都是來到紫暴等級以上的雨勢 那以這兩天的累積量上面來看呢 最多都還是集中在宜蘭的山區 像在宜蘭的大同啊 這兩天的累積量下來 是高達了1116毫米 那這也是非常驚人的雨量 那另外包含像是在屏東的泰伍 還有高雄茂林 嘉義啊 還有在台中的山區 在這兩天的累積量下來啊 也將近是有600到1000毫米左右 不過以現在來說的降雨熱區呢 就會集中在我們的中南部地區了 一路是包含像是在新竹以南 一路到屏東 大家可以看到呢 今天來說啊都是亮起了紫暴等級以上的雨勢 那包含像是在中南部地區的平地 現在要特別留意 容易會有豪雨等級以上雨勢發生 那在山區附近就更可觀了 還是容易會有一些超大豪雨發生的機率 那主要來說呢 就受到颱風它遠離之後呢 所帶來的新南風 那另外呢 再加上外圍環流的符合作用影響 所以會為我們的中南部地區 帶來這種強降雨 而且呢這個強降雨啊還不止今天一整天 包含像是在明天這一整天 像是在中南部地區 也還是容易會有些局部陣雨 到局部好雨發生的機率 所以我們最後以幫您統整一下 這次颱風所影響到我們的最新時程呢 它在今天的凌晨大概是4點20分的時候 中心就已經出海 但是呢它的暴風圈要完全脫離 也是要等到今天晚上的時候 所以目前來看呢 包含像是在北台灣的風雨要趨緩 就是等到今天中午之後了 但是也提醒中南部地區的朋友 現在降雨呢才剛剛開始 而且呢會一路持續到禮拜五的時間 尤其在中南部的平地啊 要順防的是局部大雨到局部豪雨 在中南部的山區 更要順防的是超大豪雨的發生 以上是為您掌握到的最新颱風動態 在今天早上6點的時候 凱米颱風的中心已經來到了 新竹的西北西方大概40公里的海面上 這個颱風在昨天0點的時候 從宜蘭南澳登陸 已經在稍早有4點20分 從桃園的新屋出海 我們預計這個颱風 會逐漸的朝向西北的方向前進 那今天會逐漸的往 中國的福建省的沿岸靠近 我們要先提醒哦 根據最新的資料 包括金門跟馬祖 都已經進入了颱風的暴風圈 所得颱風逐步的接近 金門馬祖的風雨在今天會顯著的增強 另外 目前暴風圈還是在影響到台灣上空哦 我們可以看到颱風的南邊 雲系非常的厚實 所以目前在中部跟南部的降雨 是非常可觀的 颱風本身的環流中心 目前已經來到台灣海峽北部了 那整體的環流跟昨天相比 已經減弱了許多 所以凱米颱風目前是一個 中度颱風的狀態 而整個颱風因為是為台灣 帶來比較偏向於西北風 再加上西南風帶來的一些水氣 所以對於中部跟南部 以及包括澎湖這邊的降雨 目前是非常的大的 尤其是在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條一條的雨帶 在移入的時候 就會為當地帶來 食雨量超過50毫米的食雨量